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6月17號 內蒙、山西、山東等省區的 300多名巴斯詐騙案受害人 前往陝西省政府上訪 要求查明詐騙案真相 查處循私望法辦案人員 將手犯王岐捉拿歸案 追回被騙本金 巴斯詐騙案是指包頭鋼鐵公司運輸處 原處長王岐等人 在西安以民間互助理財活動為名 進行的詐騙案 詐騙嫌疑人在2017年8月4號被抓 四川雅安訪民楊志祥今年4月 帶領多位訪民到北京上訪 之後被雅安維穩人員從北京解返 回到雅安後 楊志祥被關進雅安市精神病院 當地維權人士譚曉華、劉裕、陳德平等人 5月6號前往精神病院探視 出門時被警方抓捕 之後被以尋釁滋事罪拘留 6月12號 譚曉華、劉裕 被雅安市檢察院批准逮捕 陳德平取保後審釋放 浙江寧波著重國際物流公司 拖欠80名駕駛員的工資 共計240多萬元人民幣 現在老闆變賣資產 但仍然聲稱沒錢付工資 6月21號 司機集體到公司討薪 河南鄭州市中建安裝公司拖欠工資 6月20號 工人在當地購物商城 鄭紅城門口拉橫幅討薪